各位网友大家好 本来我不想再说华为这话题了 可是现在我心里特别气愤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又爆出来 美国政府现在突然对华为的制裁又升级了 德国媒体也做了报道 比如说德国的时代报是这样说的 他说由于涉嫌间谍活动 美国政府再次制裁了中国网络供应商华为 这是为了防止获得美国技术 德国媒体称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是对华为致命的打击 前天晚上美国商务部发文称 其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BIS 将进一步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的权限 同时将华为在全球21个国家的38家子公司 纳入实体清单 这样到现在为止 一共有152家相关的企业被纳入美国制裁 华为的黑名单 而新被纳入制裁黑名单的38家子公司 大部分都是在世界各地云计算的公司 对美国政府对华为制裁的升级 其实很多德国读者也看不下去了 他们也站出来说公道话了 我浏览了一下德国的媒体 目前看到有读者留言的 有两家媒体比较多 一家是德国的时代报 另外一家是德国的明镜周刊 他们两家报道相悲来说 德国的读者留言是比较踊跃 可以说绝大部分读者是觉得美国人特别令人讨厌 美国人做得太过分了 他是怀疑默许的罪名来打压一个国家的企业 而德国的网友又提醒大家 美国人自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间谍 比如说斯诺登他爆料出来的 美国在全世界进行监控 德国的网友还提醒大家 美国甚至连自己的盟友也进行监听 比如说德国的总理默克尔的手机 还有德国网友提起美国制裁就特别气愤 可以说是义愤填膺 美国也制裁德国的项目 比如说美国也制裁俄罗斯德国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 德国人感到非常气愤 有的德国网友说 你美国剥夺了我们德国的自由 我们德国有想在哪里买 就在哪里买天然气的自由 我们想铺几条管线 就铺几条管线的自由 当然发火是发火 如果美国要制裁 不知道德国有什么应对的措施 现在不知道 也就是我浏览一下 德国的网友他们的留言 从大部分留言来说 他们真的是对美国这种霸权 深恶痛绝 而且他们说 美国这种制裁就是像流氓 像黑社会一样 所以说这种观点 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 凡是被美国打压的 被美国监控过的 被美国制裁过的人都深有体会 德国网友还说 就是打压作为一种武器 来对付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或是其他企业 所以德国网友还呼吁 如果大家能够去美元化就最好了 去美元化 那就可以尽快结束美元的世界霸权 美国这么狠的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当然不仅仅是华为一家 我们都知道了已经有很多很多了 所以我相信在中国企业这高层内部 或是中国国家高层内部 已经形成了共识 肯定形成共识了 即使美国选出了一位新的总统 比如说拜登 也可能会取消一部分对华为制裁 但是如果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 即使是拜登 即使民主党 他一样不会松手 到现在为止大家已经清楚了 对美国人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点幻想 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这份打压 可以说是彻底拍行了 原来那些公知们 原来对美国抱有很高幻想的那些人 也让所有的中国人 还有海外华人明白了 美国是一定要置华为于死地的决心 他的决心就在那里 所以才有这种变本加厉的 一天比一天严厉的封杀制裁 可惜目前国内还有人 比如华为国际化的作者周西斌 还幻想着与外交相对独立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 德国 共同组成合资公司来制造芯片 他还说华为出技术 然后组建合资公司 他还说既解决了芯片的问题 同时也拓展了欧洲的市场 周西斌还说 第二个可能性 华为可以在中国本土扶持和出资 组建合资企业代工芯片制造 第三条路或是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联合世界各个大学 还有科技人才通过颠覆式的创新 来解决光刻机的问题 这个愿望非常好 可惜国际形势不是这样的 说这样话的人不是傻就是坏 为什么 说外交相对独立的英国 德国 英国外交独立吗 英国澳大利亚是美国两个最忠实的看门狗 还说外交相对独立 我都不知道周西斌 他的国际官在哪里 德国外交相对独立吗 也不独立 在德国 中国美国非常多的军队 还有核武器也放在德国 你说德国的外交能够相对独立吗 所以我有的时候很感叹 国内有些人那么天真 还对这些外国抱有那么高的幻想 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另外大家千万不要幻想 与事实上其他国家 共同开展什么国际的合作项目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本世纪初的时候 欧洲之代加律略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当时也参加了 当时中国是怎么被对待的 忘记了吗 所以大家的记忆不要太短了 一定要记住 靠人不如靠自己 这句话永远不会错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家的身上 你看通过这一两年来 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打压 大家知道这道理了吧 靠人不如靠自己 不能对别人 特别是一个不同的种族的人 不能有任何一点幻想 不仅是不同的种族 其实如果是同一种族也一样 比如说我们中国大陆 东南沿海的岛上的人 他们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 歹毒的就是这些人对吧 另外继续说到封杀华为 如果美国继续维持这种地毯式的 封杀华为的行为 短期内 华为的日子会非常难过 肯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往往没有想到 美国会做得那么彻底 怎么办 这个时候 在最关键的时候 在最后的关头 那只能够希望中国政府 现在一定要站出来 棒棒 华为 拉拉 华为一把 因为美国就是通过美国政府 打压一个企业 现在是中国政府站出来 通过政府对政府 我相信中国政府还是有些牌可以出的 比如说美国有很多大的企业在中国 对不对 中国还有自己的稀土 对不对 这两块牌绝对可以打 你中国说所说脚干什么 反正现在跟美国的关系 已经那么差了 而且是美国一定要跟你打全面的战争 除了不用武器之外 就全面的战争 科技战 贸易战 新闻战 什么这样那样的战 反正美国能够用的手段 现在几乎都用上了 所以现在就看你中国政府怎么出牌 应该站出来 不能再沉默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蓄意抹黑 和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在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对华为等中国企业采取各种限制措施 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必须强调 美方所作所为 彻底戳破了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 和公平竞争原则的遮羞布 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破坏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这也必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自身形象 我也愿强调 美方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越歇斯底里 就越证明这些企业的成功 也越证明美方的虚伪和霸道 历史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成功企业 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 美方这种不光彩的做法 已经并将继续遭到其他国家的广泛反对和抵制 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 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思科 苹果等美国公司 几年前就已经承认 其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和后门 美国情报部门 长期以来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外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 实施无差别的非法窃密监听活动 包括美国本国公民在内 基本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这是公开的事实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污蔑抹黑中国 停止打压中国企业 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反正现在双方可能受损 与其忍气吞声 还不如现在拿出破例出来 站出来 好好地制裁美国的企业 只有让美国生气地感到痛 它才会有所收敛 大家要知道 中国有很多的外汇储备 中国有很多美国的国债 可以拿出一部分出来 抛掉一部分 可以支持华为 还有支持中国其他高科技企业 对吧 绝不能让华为倒下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华为不仅仅是代表一家公司 而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华民族的魂 如果华为倒下了 对中国人自信心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华为已经有了很多的技术积累 在这一领域华为已经是站在世界之巅了 如果让他倒下 对中国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而对中国民族的自信心 它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所以在最后的关头 一定要请中国政府出来 帮一帮华为 拉他一把 同时也请中国政府出面 组合中国各方面资源 中国有一些这方面的资源了 就是比较散 所以一定要通过政府才能够组合起来 而且从全世界挖脚人才 因为你肯出钱的话 这个钱是必须要花的 你肯出钱绝对能够挖得到人才 有钱能使鬼推磨 而且现在在全世界有很多正义的科学家 他是非常不满美国的世界的霸权行为的 美国这样的流氓行为的 他肯定会希望有另外一个国家出来 能够制衡美国霸权 所以这一部分科学家是可以争取过来的 而且要从现在做起踏踏实实 把半导体还有把工业软件把它搞起来 我相信只有有国家意志 还有有资金 只有光刻机工业软件 这种国制重器绝对可以成功 因为有些东西西方国家能够搞出来 中国人不比他们笨 而且从人类学家来说 中国人的智商比他们还高 没有理由搞不出来 原来就是因为没有国家意志 所以最后一座山纵然非常高 好像现在看起来高不可怕 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同情协力 跟中国政府一起 我相信没有跨不过的山峰 也许要几年 也许要10年 也许要15年或者更长 但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中国人干不成的事情 而且过去的经验告诉大家 大部分的公关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 过去说的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我觉得这样逻辑是完全相反了 现在反过来说租不如买 买不如造 因为靠人不如靠自己 这在什么时候都不会错 另外在海外 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华为 原来我支持华为 是因为华为的东西确实好 现在我支持华为 是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良心 各位网友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我录这视频用的是华为手机 我加工这视频用的是华为的电脑 是你看看这是华为的荣耀 我刚从国内买 然后发快件过来相当于进口 因为在德国没有这款卖 所以我是从国内进口的 就是我在海外力所能及 我来支持华为 我没有拿华为任何一分钱 这是我用过的目前为止 最好的一款电脑 你看看它的设计也非常好 然后非常快 还非常的轻薄 好吧 这是我在海外力所能及 能够支持华为的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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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